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1500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宅圈 我们立刻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 亮哥 大平安 还有这个我们的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政大外交系的副教授吴崇涵 蔡轩好 大家好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人家现在捞出了一些画面 是说川普难道是神预言吗 捞出了2019年的时候 他其实用一个巧巧话的方式 跟泽伦斯基讲说 你要不要跟这个普清好好再谈一谈 那后来这个泽伦斯基 就接受了这个CNN的访问 也有后来在后续聊到了 这个川普这一块 他也透露出一些新声 此时此刻你再回来看这些专访 觉得别有一番这个用意在其中 我们来看看 我真的希望你和川普能够 能够和解决你的问题 这会是一个很厉害的 我认识你会这样做的 为什么我们给我们资金 他说过去年纪归的国家是一个很崩敏的国家 我告诉他很诚实地 我说他说我们对抗产业 我们对抗产业每天 但拜托,拜托,拜托 说那义业是一个崩敏的国家 因为现在这不是真实 我们想要改变这个影响 当我作者,作者,作者和演员 我想要获得Oscar 我想要成为非常普通的国家 现在我非常普通的国家 但我并不想找到这样的方法 但是,你知不知道 如果这样的方法会帮美国 我会准备跟特朗普联合 你这个乌克兰是不是有点贪腐 是不是通污门就是你跟拜登的儿子之间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连结 之前在美国大选的期间 大家这个通污门都还不晓得通污门是谁 就是那时候讲到就是泽伦斯基 乌克兰他们这边 所以现在回头再来看一看 就觉得难道川普真的是 很早就看清楚了吗 甚至最近川普还有点强势回归 英国的媒体还爆出了一则预告片 预告片是说他们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专访 但没想到这个川普是大骂主持人傻瓜吗 我们来看看 好 现在感觉这个川普气势好高 就连这个CNN的民调都说 川普的民调都已经超车这个拜登了 所以现在感觉起来 是不是这个越来越多人看拜登没有 就连我们CG上也没有看到拜登 真的 我们真的也看拜登没有 好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其实讲的是 这个美国跟俄罗斯要有一场顶尖对决 但我们竟然没有放拜登 真的是拜登越来越没有存在感了吗 那其实为什么我们要讲这场顶尖对决 因为我们最近只要节目上提到 这个卢布铁娘子 大家都觉得说 他为什么这么厉害 其实他原本在2014年 克里米亚事件的时候 他就跟美国有来过一次顶尖对决 当时也是美国的这一位新格 他其实当时也是一个菜鸟的身份 他那个纳比乌里娜也是刚接下 这个央行的行长的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们有一场对决 可是那时候美国也是像现在一样 寄出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也导致说这边的卢布 就是俄罗斯卢布暴跌 通膨超过了12% GDP下滑3.7个百分点 大家都看这个俄罗斯没有 就觉得说俄罗斯惨了 俄罗斯该怎么办呢 可是没想到纳比乌里娜 被称为是通膨杀手 他一路就是把这个俄罗斯 这样子非常颓丧的一个经济状况 扭转 然后甚至把他们的这个整个通膨 都下修大概只剩下三个百分点 变成他们整个经济状况 都非常的好转 而且他又在这花八年时间 筑起了一个黄金的城堡 黄金堡垒 他抛售美国的国债 然后大局买进黄金 然后以及还有布局各国的一些 这种外汇的存底 所以他不见得全部通通都压在美金 那现在2022年 是他们两个 辛格跟纳比乌里娜 第二次的对决 人家讲说这是一个金融界的 史达林格勒保卫战 因为其实这一回当然辛格用同样的招数之外 他还加了金融核弹 他说釜底冲袭要打蒙这个俄国 那也让这个卢布一天就暴跌了21% 甚至是追上了之前的这一个跌幅 但没想到 好像对于这一个纳比乌里娜 主体的黄金城墙来说的话 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杀伤力 完全的抵消掉了不说 他现在还有不断的释放说 我们还有一些缓冲基金 我们还有一些卢布的这种能源可以支付 所以让这个卢布跟这个能源 绑在一起之后 成功的站回了这个 开战之前的一个卢布的价位 所以人家讲说 他真的是成功了手下这一局 可是他现在并没有很乐观的看待后续 他现在又继续出招了 我们来看一下纳比乌里娜 最新的一个讲法 在选择继续出招延迈的 跟选择 等一段重点 英反应电nym 他已经看出来 接下来西方国家 准备要怎么制裁他 所以他有跟这国内的一些 相关企业说 接下来你们要准备好 你们的物流 甚至是你们的通路 你们的这些流通的方式 你们要寻找新的管道 因为可能接下来西方 就是要制裁这些 所以他其实好像 一步一步都算得出来说 辛格接下来要出什么招 因为毕竟是第二次 大家的交手了 所以他当然现在要稳住 接下来这个俄罗斯的经济 那其实纳比乌琳娜 他是在这一个 这个普清身边工作了 20年的时间 所以他也非常懂得 这个普清 接下来需要些 什么样的一个战术 所以他算是 他非常好的一个 这种经济战的一个 主要的将军 如果说以将军来批语的话 那其实我们大家看 就是大家觉得说 这个纳比乌琳娜 其实英国的央行 就银行家杂志 也把它誉为说 这个是欧洲最佳央行 大家也会特别去注意到 他的凶针 因为他其实每次出来的凶针 都可以透露出一些 经济好坏的讯息 那我们看2020年 当时将军的时候 他是放了一只这个老鹰 他所以就是这个将军 应该是将军 对 放了一只老 那个2020年2月 他是别了一只 送子鸟的匈针 送子鸟表示新生 新生 所以他是小福将军 表示新生 那2020年3月 他就用匈针来说话 那2020年3月 他是别了一个不倒翁娃娃 不倒翁 表示 像真的我们不会倒 不会再站起来 表示他要恢复元气 对 那2020年6月 他编了一只鸽子的凶针 那表示他是鸽派 那鸽派 这边是鸽子 他就大幅降息 降息1% 然后2021年3月 就是你刚刚讲老鹰 这一只才是老鹰 这只才是老鹰 2021年3月 他就别了一个老鹰的匈针 那就是升息 他就开始升息 那最近4月 就是那个穿黑衣服 没有匈针那一张 对 这个就交给我来说 我先讲一下这个疫情 因为他其实当时 疫情又再度起来的时候 他有别了一个 像是病毒一样的图案 那病毒的图案 人家想说 这个代表说疫情要再起 有一种市井大家的味道 要留意这个金融市场的味道 那最后这边的 就是刚刚亮哥讲到 他为什么不别这个凶针了 就是他这一次开打战争之后 人家本来想说 会别什么凶针呢 没想到他是穿着一身黑 像是去参加桑礼一般 人家说这叫做死神装 他已经准备上场 要开始打这一场战了 就是如果与我为敌的话 我就要你的命 大概是这种味道 没有正常的招了 没有正常的招数 我只能出最狠最狠的杀招了 可是最近大家看到说 叶伦有一番讲话 叶伦讲到说 欧洲对于俄罗斯的能源实施 恐怕是必大于力 你光看标题的时候觉得 叶伦好像有体谅到 这个欧洲国家 但是你直接看进去内文的时候 他说但是我的意思也不是说 叫大家不要制裁 就是说你钱不要给俄罗斯 但是请欧洲国家还是继续制裁 这是不是讲出了美国的一个心声 我哪怕看着你欧洲快活不下去 我看着你快要死 哪怕看到你必大于力 但是请你继续这样做 这样可能比较符合美国的利益吗 赖老师 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央行的行长 很多的时候他没办法讲话 他不适合直接讲明 可是他用一些象征性 或是一些符号来提醒你 说我们央行的政策态度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方式 一种跟投资者跟金融界跟商界的 一种沟通方式 我觉得他在这个部分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完美 也就是说我不用讲话的方式 用图像来提醒你 但是他在实际上的作文 你看他第一个阶段是先把金融稳定住 所以他的金融这个部分 是先把卢布稳住了 那稳住卢布他要有长期的战略布局 我觉得这个长期的战略布局 跟俄罗斯他们的官员 能够长期的执政有关系 您刚刚提到了 他在普丁身边也工作了十几二十年了 然后在央行的工作中三次的 这样子已经有相当的时间 您看到他的主要的特点在哪里 他看到当初是就G7 而美国人他们把俄罗斯邀请进来 所以就成立G8 然后用这个方法要去打击中国大陆 要孤立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在拉俄国 然后要去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可是到了2014年的时候 克里米亚的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把人家赶走了 所以他们就清楚的知道说 这些G7的国家 是需要你的时候就利用你 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把你赶走 对于俄国的卢布来讲 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来说 他该怎么办 所以他做了两个重大的一个措施 第一个就是他开始做预防性的措施 也就是说未来有可能 他们甚至连SWIT都会把俄国赶走 所以你看他从2014年 他开始组建俄国跟其他国家银行的 自己的交易系统 这个不是说我今天成立这样的一个 这个银行数据的一个交易中心 我就能够做得起来 他要很长的时间 可是你看他从成立到现在 有50几个国家 对 52个国家 然后12个国家 跟他有联络 也就是52个银行的体系 有跟他的卢布 跟他们的中央银行 跟俄罗斯银行 有自己的一个体系了 而且他们很聪明的地方是在于 他不公布 让你美国无从追查起 我觉得这是一个 第二个他事实上在很早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看到 他有计划的开始在减持美国的供债 然后减持美国美元的分量 而且他很早就一直在部署 卢布跟很多国家的本币交易 例如说他跟人民币的交易 很早就在进行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 在做危机管控的过程中 他布得很早 好 现在一旦发生 他有足够的方法来应应 可是他的应应第一阶段 他成功了 他金融稳定住了 卢布稳定住了 可是他告诉你说 接着他们要面临的 就是经济生产的问题 那经济生产的问题 以及贸易的交货 也就是我的产品卖出去 跟买进来 好 那他会面临两个问题 第一个 买进来的产品 因为被美国制裁 所以很多国家 他不太敢卖东西给你 那对俄国人来讲该怎么办 所以他才会说 你不得已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生产 老一代的东西 前几代的东西 也就是说即使落后 但是是俄国人所需要的 你也要让他恢复生产线 这个已经要开始做布局 你要这样做的话 你的生产机器 你的资金 尤其是资金 这个部分里面 央行要负责提供给很多的 俄国的一些厂商 他们本身资金调度 这是第一个 他会俄国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我要生产什么 第二个就是我卖东西出去了 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买不到了 第二个就是我卖出去的时候 很多国家变成不敢跟你买 或者是减少跟你买 那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他都在做 这些经济上的布局 而且也告诉俄国的经济 的这些产业界 你会面临的困境 我觉得这个央行的行长 是一个非常称职的一个行长 感觉他已经为了这场战 已经准备 这个我刚刚赖老师补一下 这个纳比乌里纳 他的出身事上非常的平民 他老妈是司机 他妈妈是工厂的操作员 然后他就练莫斯科经济学毕业的 然后他在2007到2005到2012 当俄罗斯的经济发展部部长 然后接下来当普京的顾问 然后接下来才当央行总裁 所以他是做过经济工作的 然后是跟基层接触过的 从基层慢慢爬出来 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 我想稍稍就是补充一下 让我板回一层一下 我第一个歌子讲错了 这边他还有挂这个V型反转 就是他那时候 就是他们经济有V型反转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可爱 是这一个 对 这边还有一个房子 他这个其实是疫情初期的时候 他挂上一个房子的这一个 凶真就提醒大家要留在家里头 这个亮哥还有没有持续要补充 没有 我凶真只找到五枚 好 我们来问一下吴老师 这一次这个我们讲 央行铁娘子 刚才他是97年就开始帮普丁做了 他一开始做的是贸易部副部长 他到13年才开始做央行行长 所以他在普丁旁边做了20年 但他做央行行长大概是做了9年 他本来要退出 在战前他辞职不干 结果人家说普丁说你不能走 因为你现在走可能是有背叛他的嫌疑 所以他就继续干 这期的新闻发现他又被提名了新任 在五年的 央行行长 这一次我们看到 在一连串的制裁卢布之后 卢布大跌 贬了40% 但他做了哪些措施 包括其实他们有 那时候他们在想说有哪些 可以救俄国的经济 包括你要保卢布 还是要保利率 还是要保外汇 其实后来他们就选择了 他们要保卢布 所以央行长就做了一个 就把利率提升 从9%提到20% 然后他们又限制了所谓外国人 可以自由的所谓兑换外汇 在俄罗斯的外国人 并且把兑换外汇的成本提高30% 让你很难去兑外汇 简单讲就不让你钱换出去 所以他们用了这几个强效措施 就是要来稳定卢布 他们做到了 卢布在没多久之后回到了 大概只有跌4%而已 回到了这个赞钱的水准 他说他做得不错 但是其实很多观察就又警示了 他说其实卢布能回春的主要原因 只有两个 第一个 他们限制了进口 因为他们限制了所谓的外商 一堆Nike什么都撤出了 所以外商要赚他们钱的时候 赚不到了 所以卢布可以马上回来 第二个 他们用石油 卖了很多石油 很多国家买了他们便宜的石油 所以他们大赚 跟能源绑一起 对 跟能源绑一起 所以他们可以继续让卢布的保值 最重要是他也讲的 就是说你们要买石油 请用卢布跟我们买 所以他的卢布可以很快回来 是这两个原因 但是他们现在面对很大的问题是 现在欧洲国家要开始禁止 买他们的能源 可能陆续都要禁止掉 他们在能源上面的 所谓的产生的支席 越来越少 卢布可能又会再变动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这个铁粮子 央行铁粮子有讲 他提出警示说 我们现在的卢布回升 是片面性的 未来有可能 我们会遇到新一波的 这个所谓的制裁 还有新一波的经济压力 所以我们要必须转型 这是他很聪明是这一点 所以其实看来说 他是个非常聪明的 所谓的经济官僚 所以现在他们又最新招 他们就说 接下来五月份 如果你不负卢布的话 要全面性的断气 所以有可能卢布又会在市场上面 会不会又有占一波反弹 我们就看这个铁粮子 接下来要怎么做 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